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自讯、流行、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好我们这一小时呢 邀请到的是知名影评人 确确确确确好 书伟也好大家好 我是确确 好11月份的正点电影院 金马六十抢先看 好金马六十抢先看 有哪几部片子 是确确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的金马六十在11月9号开始呢 会开幕典礼 那开始会有一连串的一些新片啊 或者是经典片啊 或者是影展片 甚至是明年 强制问顶奥斯卡的片 都会在金马银展播出 那金马六十的入围片呢 这个月会有非常丰富的量 来跟大家见面 因为就是搭配着金马奖 跟金马银展的关系 那首先呢 在这个礼拜啊 已经上映的 第一周上映的青春并不温柔呢 就入围了金马奖的两项大奖 那新演员奖跟摄影奖 都有很好的成绩 而且听说啦 就是呼声蛮高的 就是新演员奖 他都要被称作 他是一部女版的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就是搭配台湾进行到 第21年同志游行 跟多元同行期间上映的这部片呢 其实呢 他有一种就是 一个简单的故事背景 是真人真事 就讲94年的时候呢 文化大学美术系 有发起一场学运 然后那场学运呢 就是为了要争取创作自由 就是说 到底美学是老师说了算 还是学生或者是台湾的本土 还是只有西洋美学算是美学 然后台湾的本土美学 就被忽略呢 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 但是过程当然是这样 就是美术系的新生 系学会会长跟他的女朋友 三个人就发展出一个 三角恋情 然后顺便争取一下恋爱自由 那我们现在的恋爱自由呢 的定义就比较更多元啦 就是可能是LGBTQ的一些 一帖会进来 那电影拍的真的非常唯美 因为呢金马奖 摄影奖有挂保证 就是有入围了 他真的有抓到那种 爱情心动的瞬间 就是 就是啊你去看那个入围 新演员讲的那个叶小飞啊 他是直剧场出身的 那他当初跟许光汉 还有陈云一起拍的 那个恋爱插成报 就是算是QPLACE小队员出身 他算是 那因为这部片的关系呢 他也入围了 他已经现在七月的时候 拿到台北电影奖的 最佳新演员奖 然后这一次入围金马奖了 算是史上第三位直剧场 训练出来的演员里面 入围的演员 但是呢 他是史上第一位直剧场的女演员 入围到金马奖 那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刘冠婷 第二位男生就是徐光汉 就大概就是这三位 目前就是在金马奖 有非常好的成绩 那叶小飞也真的算是寄出了 我觉得很妙的演技就是大家说斑弯的演技就是可以把子女斑弯 电力超强的 那里面是一个很漂亮的 然后算是正政治富二代 那他在里面呢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 然后他就帮助了美术系的学生一起搞学运 那过程里面呢 首先他先跟美术系的学生会会长是男女朋友 但是呢 女主角呢 一个叫继维的女孩呢 他是美术系的新生 进去跟大家一起参加学运之后呢 就变成一个奇妙的爱情三角关系 然后呢 这个叶小飞呢 他就渐渐的开始跟这个新生美术系的女学生越走越近 然后两个人 哇那种很会用眼神讲故事啊 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呢 每次在互动的时候啊 看起来好像在谈 例如说学运 在谈一些革命 在谈人生 对但是永远都会觉得 你在撩人 哇那我们感觉很妙 导演有把这种 从眼神当中就互相流动那种 爱遇 有把它拍出来 真的很唯美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 今年拍的最好的百合剧 或者是我也觉得 它是今年最棒的爱情电影 在台湾的电影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很多类型电影 我们有在今年的台湾电影呢 有鬼片啊 有喜剧片啊 有各式各样的 类型片 对 但是爱情电影方面呢 反而青春并不温柔 这一部片 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氛围 又把它保持住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11月唯一 推荐的爱情电影 青春并不温柔 已经正在上映当中了哦 好那下一部 哇11月17号上映好多片了 真的真的 那如果我们接着青春并不温柔 我们就先讲少男少女 这一部好了 也是11月17号上映 为什么要一起讲呢 因为他就是要跟叶小飞最强劲的金马新演员 讲达对手台的胡宇恒 在这个新演员 在少男少女里面演男主角 这个新演员真的很厉害 他国中二年级就为了要拍这部电影 然后就休学 然后就拍片才14岁哦 而且真的拍得很好 就是如果我们把五个新演员讲的入围片的演员 这样排排排出来的话 有些人会觉得说 可能你戏份很多 然后每场都很棒 那就演得很好 像叶小飞就是这一种 但胡宇恒呢 他就很厉害的是 他在片尾哦 光是一讲得讲场 就觉得哇 怎么会那么会演 就是很厉害 就是他把哭跟笑的那种年轻人 不可能会有的成长物语里面 第一次就是知道一夜长大 然后感觉到生命很复杂的那个东西 一起就是全部呈现给你 那当然也是要故事来支撑他 那这部电影少男少女是 台湾新导演许丽达 他的首部电影剧情长片 其实许丽达已经是 2021年电视电影的金钟奖 新导演导演奖的得奖者了 所以其实大概过了大概两三年 在这个时间推出新片 还蛮算是时候的 而且作为许丽达的首部电影长片 少男少女呢 他其实今年也算是有出过比赛 因为他代表台湾有去辅山营展 算参展 所以算是台湾之光 那选角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男主角女主角 其实男女配角也很棒 就是选角 总之这部片的选角搭配的很好 就是他男女主角是新演员 就是胡宇恒 跟另外一个女主角也很棒 叫尹茜蕾 那男女配角 大家其实也蛮熟的 一个就是管庆 就是大家知道的金曲女歌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李明忠 李明忠就是李明顺的弟弟 然后呢 他们就是 我觉得有点像是 厉害的演员 带着年轻的新演员 一起演戏 然后他们真的震荡出很棒的 就是一群很会演的演戏的人 然后演给观众一个 他一方面有索机感 但一方面有新鲜感 而且李明忠跟管庆 就是大家看完以后都会说 啊 他们是金马的入围一株 就真的演得很好 嗯嗯嗯 那主要少男少女讲的是什么故事 啊 那个故事呢 其实有点典型 就是讲说 偏乡小镇里面呢 一群不得志的人 然后呢 少男少女呢 他们自己家庭呢 对他们家里很沉重的问题 就是少男少女 其实有时候 如果我们去想说 年轻人其实不用去面对 那些很沉重的家庭问题 经济问题 或者是单亲啊 各式各样的状态 或者家里有人就病 那种需要很沉重的负担 那少男少女 他们的生命出路会在哪里呢 啊 故事是从这个角度去 慢慢的聚焦在少男少女身上 然后其实这部片超妙的 就是我们看片名 是叫做少男少女 然后李明忠呢 跟管庆呢 也呢 就是男人跟女人 所以其实他在电影里面 其实没有一个特定的 很名字 要让你去记住他们 所以他就是男人跟女人 跟少男少女 在一个小片片 披乡这里面发生的故事 所以他某种普世性 就会因为这样子被彰显出来 很典型的一种影展片 如果你喜欢影展片的 其实真的可以来看一下 好 11月17号上的少男少女 好 那下一部要分享的是 汉山河汉世界 这部电影真的是好听又好看 真的是金马奖入围最佳纪录片 这部片是1月17号上映 这部电影是台湾快智人口的金曲 就是追追追 有养高当罪的创作者 陈明章他的音乐纪录片 那陈明章老师 因为他真的是太红了 以至于很多人 其实以前要找过他们 去拍纪录片 但是明章老师就有点 算是性情中人 就没有那么容易拍纪录片 因为你知道拍纪录片有时候 要有一种天时地利人和 就你要遇到对的导演 跟被设准能不能合得来 不是说你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家 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共识 然后明章老师就是那一种 很难的人 但是他有一个一起合作的对象 就是林郑胜导演 他们两个曾经在1999年的 电影天马茶坊里面 因为这部片 明章老师也拿下金马奖 最佳电影配乐奖 他们这一次就是 由林郑胜导演 亲自来跟陈明章老师相处 然后两个人就拍出一个 很可爱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 我个人也非常的期待 然后我有很多的朋友 都包场了 汉山和汉象世界 这一次在金马奖的纪录片 单元当中 非常的竞争 超竞争的 他这个竞争之激烈 大概类似像 最佳剧集片的竞争 没错没错 很多人都说 其实今年金马六十的 《死亡之主》 就是最佳纪录片 是 因为里面有 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么精彩的 汉山和汉山上向世界 就是文老师他自己都说 这部片超好看 还有许安华 蔡明亮 赵德映 王斌的 纪录片都在里面 太精彩了 好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 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11月的正点电影院 知名女权 确确刚刚跟我们分享了 青春并不温柔 汉山和汉象世界 还有少男少女 那国片还有没有什么 要跟我们推进一部 好不好 好哟 五月悬呢 大家都说是金马奖 金马六十 他一方面是金马奖 金马六十入围 大赢家电影 一共在今年入围了九项 包括最大的例子说 最佳影片啊 导演讲啊 剧本讲 还有我们的女配叫万芳 甚至万芳也帮忙 这部电影音乐来现唱 也都入围了 那这部电影 其实有点妙啊 他就是聚焦在马来西亚的 五一三事件 大家讲 可能会有点不理解 但你就把它想成是 把它拍成一部 马来西亚版本的悲情城市 这个概念去听 去看这部电影 那如果大家知道 张吉兰导演这个人啊 或者是你曾经看过 他在金马五七的南乌的内部 第五十七届金马奖 最佳心导演奖的得奖作品 你就会知道 这个导演 他很擅长的 魔幻写实叙事 他的剧情线 几乎没有太多的台词 也不太会明说说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你看那个满满的摄影的美感 跟议会不能言传 有的人会去形容说 南乌很像是 就是鬼片版本的悲情城市 然后所以五月雪 就是正常的历史版本的悲情城市 这样 那张吉安导演这个人呢 他就是马来西亚的 算是一个文人啊 那这一次事隔三年 他就从金马武器的新导演奖的奖者 晋级到今年 他就是入围金马六十最佳导演奖的入围名单 真的算是很快哦 过往我们经验 大概就像是路边野餐的壁干 或者大佛普拉斯的黄新阳导演一样 就是他们是得了新导演奖之后 事隔三年又入围金马奖的导演奖 算是超级快的自由班 那红衣小女孩的陈伟豪导演呢 他大概是五十三届入围金导演 然后到五十八届才入围最佳导演 大概就是五年 这是一般就是很棒的导演 所以我们知道说张吉安导演 所以张吉安导演真的很强 那我们刚刚有说 吴月雪他是改编 马来西亚的五一山事件嘛 那这一个1969年的马来西亚事件呢 其实他发生后造成很多人 就是突然下落不明啊 所以故事他比较像是在讲说 有两代的娘惹 那娘惹在马来西亚其实讲的就是 女汉人 就是汉人 然后就是华人 然后但是是女生被说是娘惹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饮食文化 像娘惹膏这种东西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着 所以他们就是在马来西亚 某个程度上面 这些华人呢 他们受到了怎么样的状况 在吴月雪有点像是 帮他们伸张正义的转型 正义电影这个概念啊 对啊 那其实台湾有不少侨胞啊 也算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 所以如果你是用马来西亚版本 被寝室室去看待的话 就会看到这些娘惹的 马来西亚女汉人 他们遭遇了什么样的故事 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啊 但我必须说 这部电影这风格很强 就是不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电影 所以如果你喜欢看到这个世界 不同的面貌的话 你一定可以去 这部电影开一些演戒 对 好 五月雪 十一月十七号 张洁安导演的第二部长片 没错 哇 好 再来呢 我激推就是十一月二十四号 要上映的老狐狸 这部片真的是不能不讲 很多人都说 这一部片怎么没有入围金马奖的 最佳影片 这么好看的程度 很多人都替这部电影叫去 我觉得它很像是台湾的王家卫 然后再加上 和孝贤 再加上一点点的钟孟宏 所以这个是肖雅全导演继范宝德之后 五年推拍的长篇作品 其实很快了 因为肖雅全导演拍片 真的是有够慢的 他2000年那时候 侯孝贤帮他监制了一部电影 然后那部电影过了十年 他才拍第二部电影 叫做三十六个故事 然后再经过了八年才拍了范宝德 这次才经过五年 所以很快了 速度快 那老狐狸讲的是什么 老狐狸我觉得觉得 每个家长或者是小孩子 跟家里之间有一些感情纠葛的 都可以进去看 他讲的是说 他是白润英这个饰演小孩子的 儿童视角去看大人的世界 那那个年代叫做1989年 90年代左右 那时候台湾我们都知道 就是一堆金烟角木 然后很多人在那边炒股票 然后也很多经济起飞 然后在那么多钱的状况之下 小孩子的价值观会不会被扭曲啊 所以他其实是讲述一段 小孩子从纯真的价值观 慢慢的被大人的世界给渲染 变复杂的那个状态 那有时候小孩子 我们都很怕他们就是太功利 主义导向 那这个小孩子他的成长 会不会因为台湾那个社会文化的变迁 会让小孩子变很势利眼呢 这个故事就是聚焦在这边 那白润云他饰演的就是一个跟爸爸一起有一个梦想开发廊的单亲家庭 然后他们每天都在存钱 存存存存存存存 然后偏偏有快要有钱可以买的时候 房子涨价了变两倍 又买不起 然后重新开始存 然后白润云这个小孩子 他很替爸爸吵醒 一天到晚就是想要努力的帮爸爸省钱 存钱买房子 然后甚至还为了这件事 他还跑去找他们的房东 就他们租房子的房东 说要不要卖我爸爸房子这样子很可爱的一个男生 那老狐狸呢 讲了这个片名 其实就讲了就是他们那条街的大房东啊 那他爸爸就想说 为什么大家都叫他老狐狸啊 就是这个人有心机嘛 所以他就当然希望小孩子不要跟那个房东太靠近 偏偏他的那个房东很喜欢他的儿子 常常跟他们两个相处这样 所以呢 他爸爸就一方面 他爸爸是一个善良的老师人 然后他一方面知道这个老狐狸很厉害 然后小孩子又跟他很好 所以他有点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阻止小孩子 不要跟大人学坏 但是其实难道这个大地主真的会害他儿子吗 也不会嘛 所以他当然也没有一些很正当的明目去跟他小孩子说 你真的不要跟他在一起 那小孩子在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呢 他会变成怎么样的那个人 我真的觉得第一次看真的是美学很棒 但第二次我就看哭了 反正是第三次第二次第三次看越看越感动 所以你看了几次啊 我大概三四所啊 因为有一些很棒的桥段 这算是你今年在国片当中看的次数最多一部吗 可以说还有那个复读青年 12月1号我们可以当天再来介绍 这两部真的是我每次看都是每次越看越哭 就是他一开始已经是一个美学饱满 然后叙事非常有力量的 就是但是也不会朝张跋扈 他就是静静的去跟你讲一个故事 所以你在第一次看你可能只是去欣赏他的美 或者他的气氛 但是你越看你越进去他们的人物之间的那种故事互动的时候 哇那个揪心到不行 你真的会觉得尤其老狐狸他讲的就是亲子 而且刘冠婷其实他饰演的那个角色 有点像是因为他附带母子 所以他不但有爸爸的那一种努力刻苦 他也有那种妈妈的那种温柔娴熟跟包容 所以那个母爱感超强的 那去看到白瑞英跟刘冠婷的那个互动 怎么样从彼此的不谅解 然后差一点渐行渐缘过程里面 后来你再回头去看对方 其实你知道他最最美好的那一块的时候 然后互相拥抱 哇那个渲染力超强 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 那我觉得白瑞英这个角色非常难演 很棒 所以他也被称为说是金眼金马奖的一珠 因为老狐狸入围了金马奖七项大奖 我们也祝福这一部片在上映 得到大家的青睐哟 好的那接下来 运献正夯的电影不得不讲 目前全世界卖的最好的在现阶段 在此时此刻应该就泰勒斯的这一部 没错 演唱会电影 Oh my god 因为九月十月除了芭比 最惊人的应该就是这一部 喜悦在台灯台的泰勒斯 真的是太神奇了 因为他真的是传奇 那个记录一刷接一刷 一波又一波 有人在比较说泰勒斯比较伟大 还是玛丹娜比较伟大 你知道吗 有人在做这个比较 因为那个是不同的 generation 玛丹娜不服气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也不服气 Beyonce 因为其实这部电影真的卖得太好 他当初预售的时候 就已经在一天之内卖出了3700万美元 等于11亿台币左右的预售票房 预售票房 通常有这种预售票房就是漫威跟DC的超级英雄电影 对他首周就已经卖了1亿美元了 然后大家评估他大概就是50亿台币的那个票房起跳 我今天看到那个数字 他已经超过65亿台币 真的很惊人没错 所以他就被认为说是印钞票怪物 而且他还错了一个就是你票房创纪录就算了 你知道他还打破了某种电影院的规定票房的规定记录 他鼓励观众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时候一起唱一起跳 这也太酷了 而且他片场很长 他168分 而且真的有观众真的把他们一起在电影院一起唱一起跳 我知道了可能买不到他的票 我也买不到他的票 所以我刚才去电影院看 电影院这个屏幕这么大 比演唱会的场地还要大 对那台湾的观众朋友你也不要失望 因为魏秀真的也有推出这种就是友谊手环场 就是想说你在不要阻挡走到或远天的动线状况 或者你不要影响到他人的安全范围之内呢 你是可以可以跟着一起唱一个起跳 但是不能让戏院动动动之动之太严重 不要奔跑 就是他们就是有限度的让你在里面一起同欢 然后你也可以使用官方手环 桌边商品 你甚至还可以自己做应援进去 真的 直接应援就是假装是现场 萤幕上面看到就泰勒是在你眼前 但是还有规定 你不能超过45公分喔 长篇高 不然你会挡到隔壁的人 我觉得他们的行销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们这一次直接跳过片商 没错 他们直接跟戏院谈欸 今天是影院人物 好厉害喔 真的是泰勒是这个人真的是 他到底要赚多少钱啊 而且他到底是要打破这个世界上多少规定啊 Oh my god 泰勒是现在有男朋友吗 他就是只要你看到他有新歌 就表示他有男朋友 因为他交往过男朋友也很多 所以我们都希望他交往男朋友 你知道吗 而且全世界喜欢泰勒是的人真的太多了 真的真的是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Beyonce啊 就是Beyonce他就决定说 他就决定说泰勒是你也这样 我12月也要开演唱会电影 就是文艺复兴 OK 那看看到底大家比较喜欢泰勒是Beyonce 我觉得应该泰勒是还是会胜出 应该是啊 应该是因为泰勒是他的那个年龄范围好广喔 他的Range太大了 很惊人欸 到现在还是有没有喜欢我 真的觉得他太伟大了 太伟大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到电影院去唱唱跳跳喔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院线正航电影等一下再回来聊 欢迎回到POP最正典 刚刚大家在惊呼泰勒斯 为什么这么强的时刻呢 我们刚刚算了一下 泰勒斯到底几岁呢 因为他实在出道太早了 我们刚刚看维基百科 他居然才33岁 他就已经赚到了全世界 Oh my god 太令人羡慕了 好他下个月就要那个34岁 OK 这样大家有开心一点吗 没有他还是很年轻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 惊奇队长2 21月8号上映的惊奇队长2呢 大概就是年底超级英雄电影 就一定要锁定看这一部 那作为漫威宇宇宙电影的首部 女英雄独立电影主角呢 其实惊奇队长2呢 他就身负着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说漫威进入四阶段之后 开始就有疲乏了 那到底怎么样的超级英雄电影 才可以吸引观众的目光继续 就是疯狂的支持超级英雄电影呢 所以他的成仙其后的 我觉得他的良方就是在喜感中 就是带领观众进到一个 比较没有那么沉重 就是他不要跟你讲woman power 你知道吧 就是他虽然整部片都是woman power 但是他就是讲一些很欢乐的事情 然后他在 因为惊奇队长 他是一个太空型的超级英雄 所以呢他执行太空任务 就会变成这整部电影的主打 那惊奇队长 因为是史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 奥斯卡影后布利拉森主演的 那他的演技就不用讲了嘛 就已经得过奥斯卡影后了 那他还有一个奇妙的魅力 就是他饰演惊奇队长 就是他的英气 其实还是蛮强盛的 就是他或许不是典型的 大家说的那种金发油雾美女 其实他的那种可爱啊 还有他的太细腻的那种细致的表演 跟他的脸庞 其实还是蛮有观众的吸引力的 那这一部电影呢 他有一些新的角色会进来 就是我们知道之前那个朴旭君 韩剧男神 朴旭君 好莱坞 没错 他戏份多吗 听说不多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我觉得大家不要期待的是他的 不是期待他戏份多不多 而是期待他的造型 能不能接受 长发造型曝光 因为现在目前曝光的造型 大家都会觉得很玩 所以就希望他在那个正片里面 演旌旗队长的老公 就很妙啊 就是让你觉得好哦 我们期待一波 所以他跟旌旗队长会有CP的感觉吗 就是他们可能是一种种族正式正确吧 就是他们的那种色 因为其实朴旭君他在演完离太院不久之后 大概就知道他还要演这一部片 其实已经期待很久 很久了耶 超久了 对啊 所以真的是疫情的关系一直压压压压到现在 他选角选得上也蛮厉害的 很妙就有点多元共荣 因为旌旗少女是印度裔的这样子 就是他还有就是黑黑 就是他的那个非裔的朋友 就是他整个就是一个联合国的 多元共荣的感觉就对了 对对就那个概念 来演出这部电影 因为其实他是太空电影 所以也合理啊 对 就是他就是一个地球村嘛 整个宇宙如果都是地球村的话 那听起来他们还有喵心人可以打怪 就是他有各式各样的奇妙 那你想到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想预想不到的都有 那电影的预告里面就可以先看到一点 就是他的最好笑的地方就是几个 惊奇队长的女团呢 他们有交换能力的梗 就不小心他们就会互相交换能力 所以他们彼此是要适应对方打团战 然后这种惊奇的能力还有喵心人也很奇妙 就是他一出嘴巴大概大家也会吓一跳 所以有点像是五人视角 就是大家被绑定在一起 然后其实你如果平常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 你自己的能力抒发可能会挺完美的100%吧 但是如果你今天拿的是别人的能力来打仗的话 你可能就要适应一下的那种有趣的那种互相跳换 所以作为今年年度的压轴臂看电影重磅呢 其实如果你直接从惊奇队长来看呢 其实他是挺欢乐的 你可以直接抛掉以前就是 我们在那边说超级英雄电影联盟的那些东西 复仇者联盟 那你就先把它放在一旁吧 先不要管 你直接先来看惊奇队长2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部你直接入门 你的第一部漫威电影 也可以 对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太空宇宙的任务设定 只是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不一样能力的人一起打团战 但是我看到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Box Office Pro的一个预测 他们说他预测惊奇队长2可能上映周末只能拿到5000到7500万美金的票房 没错那时候 可能会低于无敌浩克跟蚁人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看衰 其实那个很妙 因为蚁人啊 当初大家也没有想到他会卖那么之好 但是蚁人第一集大家没想到他会卖那么好 然后就卖超好 结果最新的一集的蚁人就是大家基本去预估 结果他真的是又卖低 只能说现在超级英雄电影的票房预估 对已经不是像他们以前我们在复仇者联盟 那个超纵局之战是那么乐观 就是大家那个变数太多 然后老实说现在全世界的观众在超级英雄审美疲乏之下 可能像艺能那种movie那种就是新鲜感比较大 他们就会更有接受度 那所以像旌旗队长这一种 他就是想要让你有更各式各样的新鲜感 然后不要说教 然后让你感受到欢乐的气氛 所以其实他在年底一放 有点像是大家一起庆祝万圣节 庆祝奋旦旦的那种气氛 你用这种心态去看这部电影 就轻松看啦 对就娱乐性的 好旌旗队长2 不知道在台湾票房会怎么样 期待 他是11月8号上哦 好接下来呢 车顶上的玄天上帝呢 也是11月的一部金马开幕片 而且他在开幕片是秒杀 但大家也不用紧张啊 因为虽然说11月9号金马开幕 但11月17号玄天上帝就上映了 你可以看到周渔民 林依晨阮金天跟张孝全 其实还蛮划算的 就是真的是四大男女神这样子 那侯孝贤导演呢 御用美术指导 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黄文英老师 艺术指导 他第一次当导演 然后自编指导 那黄文英老师 他是嘉义旅馆的三代 那他的学程背景是 清唐中文系之后 就跑到美国念戏剧硕士 然后还跑去 卡内金念的艺术硕士 所以其实他在国内外 算是都是蛮有名的 一个美术指导 那玄天上帝有一点 算是半自转一味 就是故事是真的 拍说林依晨这个女主角 他演的是一个美术指导 然后他回家去照顾他 病重的爸爸的时候呢 在老家嘉义呢 开始想念他已经过世的阿公 这个阿公是周渝敏 所以周渝敏有阿公扮相 对 他是年轻的阿公 还是老了的阿公 他是老的阿公 但是呢 他一人分事两角 所以他也是林依晨的 暧昧爱情的对象 就是等于说 其实你就是有点练 阿公情结 你知道吗 你阿公的那个形象 跟现在正在跟你搞 暧昧那个男朋友的形象 是一样的 所以他是一人分事两角 然后他很妙的是 他故事又跨越时空 也可以说是穿越时空 总之就是交错在 1930年代 他阿公的那个年代 跟1970年代 黄文英是 算是同年时代吧 然后跟现在这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 台湾美学大师的世界的 那种前世精神 那个概念是这样 然后 阮今天也很帅 那他演谁呢 他演一个也是一样 疯狂追求林依晨的富商 周渝敏跟他搞暧昧 那个是建筑师 你就可以去想想 美术设计的 所以在片中就是 林依晨跟周渝敏是 爱得很火热 然后阮今天是 追林依晨的人 对比较像是 爱情关系的 竞争对手 对 但其实因为周渝敏 也在里面也不太 就是你可以说是男朋友 就比较接近男朋友 但也不算 所以很多人会问说 所以你们上 这个之间 是什么样的爱情关系 那黄文云导演有跟大家说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想说 爱情刚开始要发生 还没发生的那种就好了 对 暧昧的美感那种状况 了解 那到底你会选谁呢 那种概念 车顶上的悬天上帝 这个林依晨合作两大男神 大家应该会非常的期待 好的 讲完了 院线正夯的电影 十一月的追剧 要追什么呢 就我们的台剧 美食无间 在这个礼拜十一月三号 也要上映咯 那这部很好吃 又很好看的 电视剧台剧 就是简蔓叔 还有 傅孟博跟王博杰 对 都是博的 博字辈的主演 那故事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 他讲说一个傅孟博 他饰演一个警察 很爱吃的警察 他遇到另一个很爱吃的女警察 就是简蔓叔 他们两个不小心就是被绑定 要一起组队办案 然后呢 他们在路上不小心呢 又跟王博杰认识了 那为什么会认识呢 因为王博杰是个吃货 然后他们每次 他跟傅孟博每次都喜欢到同一间餐厅 然后就不小心遇到 然后这样你去很知名的餐厅 他就会要求你们并桌 然后他们并久了之后就互相认识了 那殊不知王博杰就是 是一个神秘人物 所以呢可能会跟 傅莫博饰演的警察 会有一些无间道的情节产生 所以他叫做美食无间 就是黑道跟白道 因为美食而相聚在一起 变成好朋友 美食警匪剧是不是 是是是是 对就是那个概念 所以他们就是 都是很爱吃人臭在一块 但是他们可能是敌人 但是他们是餐桌上的好朋友 这个概念 了解 所以蛮有趣的 然后导演是女鬼桥的 西黑龙又来了 但是他这部片 这部剧真的有趣 因为他们每个地方 每个餐厅 每个拍的东西 一来都是真正的餐厅 就是你真的可以按图所记 去每一间餐厅一直吃 就是他 然后为了他让你想去吃 他们整部戏里面 都有一个东西叫做美食导演 就是专门的拍美食的 是是是 因为其实如果你知道戏剧的 那个剧组概念 你就会知道 其实通常你拍食物啊 都不能真的吃 要有食物设计师啊 对但是真的不能吃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是假的 那要给他拍好看的 就是美术道剧组 但是这部戏就是都可以吃 而且真的拍都很好看 很厉害啦 是好 11月3号开始哦 会在 Netflix爱奇艺都有 都有 什么MOD Hummy Media都有 是 好的那再来呢 哇我的女神室友 抖娜 我看完了 这就是一口气 全部上架的好处啊 对啊 改编是韩国人气网曼 就是爱上姐姐的理由 他故事就是 暖男大学生嘛 就是梁世忠饰演的李元俊 他跟K-pop偶像 抖娜 不小心就是相爱相遇了 相遇先相遇 然后先当室友 然后再相爱 我其实看这部片 我觉得这部片 其实没有那么纯爱 但是我还是有想到 去年底的那个初恋 就是很唯很唯美的拍摄 就是两个人之间 心动的关系 对对对 真的每部 每个每个画面都美 很美 很像电影的画面 这个导演就是爱的迫降的 李正孝导演 很会 他很会 拍的非常的 对有让我想到爱的迫降 那种男女主角之前的那种感情 对啊 那你觉得秀制演的怎么样 我不评价他演的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他很漂亮 他真的很漂亮 就是因为他的其实我觉得他的演技空间并没有很多 但是在完全几乎像是MV式的摆拍 几乎没有 每一个都让我很赞叹 就是画面真的太美了 美到不行 所以我几乎没有在观察他到底演的怎么样 因为真的很 但我觉得他眼神很可以撩人 是可以勾人的 就是他每次我都 连我都欣赏他了 就是我觉得他怎么那么漂亮 就是他真的是男生女生的理想性 因为他也是女团出身嘛 所以这一部片他里面也会有一些唱跳的 有他自己 动作 大家会觉得他演自己 他在演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说 哇原来这个韩国女团出道这么辛苦 谈恋爱都不行啊 然后可能吃东西要被限制啊 然后手机都被收起来啊等等之类的 各是各样不合理的对待 而且听说很多练习生 其实薪水跟一般的上班族比起来还比较少 还更少 他们就是要等待有一天要发光发热这样子 真的 我的女神是有抖娜 一次上架 让大家可以一次看到美美的秀制 我们等一下回来 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OTD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的 11月份在OTD上面有什么剧可以追呢 我们有一出很奇妙的台湾本土剧叫阿叔 他的成绩不错 已经冲上NIFES的排行榜热播了 那么厉害 十月中播映的 开始播的 那他主演是王世贤 韩瑜 张瑞嘉 跟林文一 现在故事讲的很简单 就是想说嘉义的暴击这个地方呢 王世贤呢 他在里面是一个木工修复师 专门在帮人家修 不是修你家不要的椅子 是你家很高级 或者是舍不得有感情的那种椅子桌子 你都可以帮他修 他也会做一些木雕意志品 然后呢 他小时候因为他是学徒出身的 他跟韩瑜谈恋爱的时候呢 就被韩瑜的妈妈阻止了 因为韩瑜妈妈是先生女 所以他就觉得 我女儿不能跟王世贤这种木工师傅在一起 但偏偏韩瑜他妈妈又很爱王世贤 把王世贤当作自己的干儿子一样对待 所以他自己的那个情怀就非常的矛盾 所以其实阿树一开始呢 他破题是在讲说 台湾的传统价值 是不是用于现在新生代的婚恋观啊 感情价值观或者是 然后后来王世贤 他自己有养了两个 就是子子子女 张瑞嘉跟林文宜 结果他的林文宜就子女啊 林文宜长大之后 想要继承阿树的职业 就当一个木工修复师 也被王世贤用同样的方法对待 说你这个职业不行啊 以后会被人家看不起什么 就有点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意思 但是他这个自己看不起自己 是来自于韩瑜的妈妈 当初好像有点伤害了他 让他觉得有点自卑 所以他是一个世代传承的 互相的伤害你知道吗 所以他是想要透过阿树这出剧 让大家看到说 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棒的东西哦 但为什么我们会忘自菲薄呢 其实那是很棒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剧情的脉络底下呢 他会有一些新生代的东西跑出来 例如说木工师傅 看起来好像是很传统的记忆 没有啊 现在文创产业很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透过新生代的林文宜 这个女演员呢 把他活化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说 他们其实是年轻人喜欢这些传统记忆的东西 是可以活化他们 让他们觉得有新鲜样貌跑出来的哦 那另外一个张瑞嘉就更好笑 就饰演王世贤的侄子啊 他本来是跑去竹科当工程师啊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被寄工上身了 然后就得回乡 返乡来 就是不能说事情 让大家问世嘛 对 就变成说他的神明给他一个职业 也不是让你去当工程师 给他一个机身就对了 给你当机身 那他每天就只能就是被寄工胁迫 就是每天被上身 然后每天被上身之后 那这个角色对于张瑞嘉来说 是很有挑战性的耶 而且他全程烙台语 然后所以张瑞嘉台语也讲的蛮可爱的哦 然后他那里面一直 而且我们知道平常的机身可能有点严肃 但寄工的机身就会很好笑 所以他就是全程喜剧演出 他每次只要被上身 你都会觉得很滑稽 或者是很好笑 然后他会做出一些 像是周伯通那种 你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 那你就会觉得张瑞嘉台语片好可爱 所以这出戏呢 我觉得他目前冲上来是很有原因 因为他很好玩 哇太有趣 而且是在Nevilus上面 冲到台湾的这个电视节目第二名 那里面这个角色很多啦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他总共有60集耶 好那如果还有一出一分钟的话呢 好那我们还是介绍一下 大帝女子江南顺好了 因为他其实故事真的很简单 我觉得他有一点是做 让观众很喜欢的 就是他的那个政治道德正确很高 就是你去想一个简配版的慕名艺能 就是我们看过韩国的那种 超级英雄电影拍的像史诗一样 感觉他们两部戏可以互相通用 对对对 因为都是超能力者 但是大帝女子江南顺 你看他的超能力 你会觉得超级不顺眼 因为完全违反地心 你让他觉得很假很卡通 但是偏偏他又是喜剧 所以你又可以接受他 而且他里面呢 就是反正你有能力越强 你责任就越大 所以你就在拯救社会 然后永远在做好事 然后里面呢 江南顺跟他妈妈的那个 被拆散之后的重逢戏 很感人 我真的觉得韩国拍的这二十年来 每天都在拍孤儿跟富佳女 什么互相相认 终于到这个时候 就是每拍都是很感人 怎么样都很好哭 所以如果你喜欢看亲情同俗剧的话 可以至少建议你 大力女子江南顺第四集看起来 好那李渔美她就是凭借着 由于游戏 致婴的角色爆猴 而且她也是得到 艾美奖的韩国女演员 她是第一个 哇太厉害了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看起来 好今天的十一月正典电影院 非常谢谢雀雀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接下来续锁定下一小时的节目